字幕君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我刚刚马上再开了一个 把我的JSNN拿出来 为了要比较一下 我把它上面装了Yolo V4 Dugnet Dugnet这个东西大家都熟悉 那我来评测一下 我不是跑Nano 因为大家平等 不是跑Timing 因为如果说我的旧版Nano跑Timing 然后我的HGS要跑Yolo V4全模型 这样子比较就不好 所以我就两边我都用全模型的方式 就是用Yolo V4.Wave的那个方式去跑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单纯Yolo V4去跑的话 我这一台Jetson Nano的Yolo V4的话 它的平均的FPS大概才1而已 一点多张 一点多张在日常生活 其实基本上它的应用面就不是很广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你想要看说 你想要做 举个例子来讲 你想要辨识连孔 或者要辨识什么的 举例来讲 我们举例来讲 假设你想要追踪一台汽车 从这里到那里跑到哪里去 是没办法追踪的 为什么因为1秒钟汽车的行进已经 每秒钟大概是十几公尺 所以你在你这一秒钟看到它在这个地方 下一秒钟它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没办法抓对吧 所以你的FPS必须要不够高 才有办法去追踪那些行进间的车子 或者是人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有案例 好 所以我们Yolo V4的话 Yolo V4在传统的Nano上面 我觉得是不够力的 所以一般来讲 大部分的人在玩Yolo V4 要把它安装到你的Jetson Nano上面 都是跑另外一个版 另外一个模型叫Tiny的版本 大家应该都知道好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今天已经把AGX都带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等下检测 大概会检测哪些东西 那我们会先检测一个 就是在Jetson Inference 里面有一些基本的范例 那第一个范例就是detainnet 就是物件检测 这个detainnet物件检测 它是Jetson Inference 它一个非常基本的范例 其实Jetson Inference里面 还有一个更基础的范例 叫做classification 就是分类器 那分类器我觉得很无聊 不管了 我们就直接玩物件检测 detainnet 然后再来 就是我们玩一下PostNet 那个PostNet就是肢体检测 我觉得肢体检测也很好玩 然后再来就是 但是其实如果说 我们要真正把系统 拿到现实生活中去使用的话 我觉得不管你是用detainnet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如用Yolo 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Yolo的运算的正确性 非常非常好 比SSD的MobileNet 不管是V1 V2 我都觉得差异太大了 还是Yolo的它的一个正确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实用系统的话我都建议你 赶快转 赶快来学习Yolo 好 那我们会先在第三个部分 我们会介绍一下Yolo V4的一个运算的过程 那Yolo V4它的一个执行效能怎么样了 我们再回来看 那最后呢 当然的第四个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那个PiTouch的Yolo V8 因为V8这个版本 是最新的版本 2023年版本 我们会讲一下那个V8的版本 但V8版本呢 执行效能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非常好 第二个呢 我们还会做个比较 就是有没有用Tensor RT做加速 因为我们的Jetson Nano 它除了克大加速之外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转换的话 你可以把克大加速 转成Tensor RT加速 那它的效能会更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 怎么再转Tensor RT加速 让你的Jetson Nano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在还没有启动的时候 我任何运算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请问它的执行 它需要的功耗是多少 对不对 好 那我这边呢 就顺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体机 好 这是我们实体机 我刚刚在玩别的 等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呢 在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Jetson Nano 它的消耗的功率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以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来讲 目前它的一个整体消耗功率呢 我截个图把它放大一下 以目前的还没有开始做任何的人工资源运算来讲的话 我的Jetpack是5.1.1的版本 然后我的机器是AGS 然后CPU呢 我觉得这个版本太棒了 CPU是什么 是12核心的2.2G的ARM核心 太棒了 我使用这个 我使用这个版本的 Jetson Nano用起来 完全没有延迟感 就跟一般的PC 运作起来效果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好 那记忆体的话是32G 里面 我们有开SWAP SWAP SWAP是5G 那现在风扇是100% 这个全速在运转 不知道你们有听到声音吗 我现在风扇 我现在机器就在旁边不到50公分 你们有听到很吵的声音 我觉得它的声音是可以接受的 好 然后记忆体是EMC EMC是硬碟 硬碟 好 我的POWER模式是设定为最高的 最高的效能模式 最高效的效能模式 这叫MAX 是最高效的效能模式 就不限制 各位同学知道 既然这台机器不限制最高效能 它的效能最高是几瓦 你知道吗 你说老师这台机器 它等一下跑Yolo V8 它的效能是几瓦 真的不夸张 效能最高是几瓦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滑鼠很多姿 好 这边有看到一个叫MAXN MAXN就是我们的 目前选的最高效能 最高效能是几瓦呢 POWER模式 最高效能是50瓦 但其实基本上 我们都还没有用到50瓦的状态 50瓦而已 这最高效能 连Intel的CPU 都已经超过50瓦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进入任何的演算板之前 它是带机模式 它带机模式 它的功耗是几瓦 这边有写11瓦 非常的低 我觉得11瓦的话光风扇就不知道占了几瓦 那它的CPU用了2瓦 GPU用了4瓦 然后其他的部分 板子的部分 风扇的部分用了3瓦 所以这是我们总共用了11瓦电 非常的神电 好 那接下来我希望他开始跑 他开始要来跑 跑人工智慧了 那我们第一个要练习的人工智慧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detainnet 那我程式已经写好了 那我现在要玩的detainnet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用人的检测 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来我先把它启动起来 我来看一下他能够辨识画面中的人吗 那FPS大概是20几张 20几张是足够 好 那除了我的人之外 大家有看到吗 一个Person 就表示说他在画面中有看到一个人 有一个人在这里 除了人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有个手机 那我把手机给他看 他能够看到吗 手机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cellphone cellphone也有出来 所以他除了看到我的人之外 他也看到手机 那当然 以那个detainnet他的检测目标 是大概是90个物件左右 那FPS30几 我觉得是非常棒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各位同学一定会很担心说 那老师老师他的风扇会不会转速很高 那他的消耗的功耗是多少 那我们把消耗功耗拿出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消耗功耗 以detainnet来讲的话 这种 这种简单的演算法对于这台机器 这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他的消耗功耗还在十几瓦的状态 大家有看到吗 才15瓦 这边15瓦左右 还没有超过15瓦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第一个简单的运算 在Jackson inference里面的detainnet 那detainnet玩完了 我们总是想说玩点别的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别种可以玩 好我现在先把这个应用关掉 好 第二个我们会想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用 在Jackson inference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演算法 做好玩的呢 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PulseNet PulseNet是什么 叫肢体检测 如果各位同学有跟过另外一门课 像medium pi medium pi也可以做肢体检测 对不对 我这边就不展示我之前玩的游戏 我之前做了一个游戏 气球在这边我去摸一下 他就碰 摸一下就碰 然后可以算说到底摸了几个气球 爆炸来玩 这个用肢体的检测的一个游戏 可以好好来玩 可是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medium pi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上课都没有讲 故意的嘛 因为我在讲medium pi的时候 我都要讲medium pi好厉害好棒 超棒棒的 但是你知道medium pi有什么最大问题 知道吗 有没有知道 知道了送礼物 送什么礼物呢 等一下再请欧大的工作人员帮我记录一下 如果有回答有回答有问问题的 有回答问题 我刚刚有有些朋友有问问题 但是我现在还来不及回答 等一下整个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再一起回答 好就是 你知道medium pi的肢体检测 谢谢阿章同学 很接近 但是不是这个答案 我就直接公布答案 就是medium pi的一个最大问题是 他同时间只能检测一个人 就假设我现在有两个人在跳舞 两个人在那边守护柱要跳舞 他画面中只有一个人 第二个人他是不会出来的 因为medium pi只能检测一个人 不过Jetson inference里面的PostNet 他可以检测的人数非常多 而且效能非常好 第三个他可以检测多人 你就来试试看 你先测一个人的 我这边有一个一个人的范围 这个是我去网路上找了一个跳瑜伽的老师 那我们也顺便看一下他的FPS有多高 你看FPS是120几 你看到127 123 效能非常好 对了 刚刚我讲一下 刚刚那个PostNet PostNet 其实刚刚DectNet效能也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因为我是用webcam webcam的效能 他用useb进去之后 他跟检测的过程 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他的问题是出在这里 并不是说他只能检测到20几张 他也是几百张的 他也是几百张的 我刚刚看到是几百 一次100 一次FPS可以到100多 那我刚刚 我刚刚都在浮烂别的 我旁边去看说 老师他的效能 他的功耗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功耗 这他的功耗 你看他的功耗是几瓦呢 这边可以看到 大概是20瓦左右 所以比DecayNet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10几20瓦 DecayNet是大概10几瓦 13瓦14瓦 PostNet效能稍微高 然后大概20瓦左右 20瓦还是很低 对不对 所以这种效能我愿意把它放在我自走车上面跑 好 那刚刚讲说我们只能追踪一个人 然后这个只能只有一个人吗 对不对 那可以追踪多人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放一个多人的 这个多人的 这是一群小孩子在跳那个什么 baby shark 还是什么的 那我去我用那个YouTube的截取器 把他截取一下 那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跳舞 好 那我现在要来检测这个影片 我要来检测这个影片 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说 当我用这个PostNet去检测 这个影片的过程的时候 他能够找到每一个人的股价出来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实行 一样是100多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你们透过那个网路转播 所以他也会很顿 但其实我这边看是非常顿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人的股价 都有被他找出来 然后而且效能非常非常高 对了赶快把那个JTub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JTub 一样不会超过太多 一样是20瓦左右 也就是他的运算整个效能来讲 不仅是效能很快之外 他的功耗整体功耗非常亮 非常适合 我们把它放在自动车或者其他的这个地方 其他的一个应用里面 好 这个部分我们都完成了 对不对 这个是在Jetson Inference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应用 这个应用呢 我觉得Jetson Inference虽然已经很好用了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本身认为 我觉得Jetson Inference Jetson Inference 他的 他还是有他的局限性 例如说我们要做物件检测的时候 我认为物件检测还是以YOLO比较好玩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简单的看一下YOLO的部分 YOLO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很熟了 这里有个比较表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个比较表 3080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你这台机器有到3080吗 虽然没有到3080的效能 对不对 但是 他至少有3060的效能 我们来看3060跟3070 我认为这台机器的运算效能大概在3060跟3070 甚至我认为大概超过3070一点点 以我 因为我手上刚好有一台电脑是3070 那我认为他的执行效能大概是 应该是接近3070 或者有时候会超过一定 那我们来看他3070 以3070来讲 以3070来讲 他的功耗是多少 就光显示卡的功耗就要100瓦 就是80到120瓦 只有显示卡而已 你还不算硬碟 5G板 然后风扇 CPU 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算进去 他就已经高达100多瓦了 所以 以我们这一台机器来讲 我觉得长期 放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是非常好的 好 好 好 这刚刚讲过了 不过我本来是有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用detainnet去检测汽车 但是detainnet去检测汽车 效果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就不去检测 这是我们刚刚看过的 用PostNet去检测人体姿态 这个部分也没问题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玩这个Dugnet的检测 Dugnet是目前物件辨识领域里面最广的演算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东西都很熟 以目前来讲 在2023年的最新的版本是YOLO V8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V4跟V8 V4跟V8这两个版本 V4跟V7是我们台湾人中研院的王博士 设计出来的 V8现在是另外一个 我不是很清楚 另外一个公司它现在在维护 好 我们现在要用这台机器去跑YOLO V4 然后我有一个影片 然后我用这个影片来做检测 这个影片是之前我在另外一个案例里面 用OpenV9去检测过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用JetsonNano去检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检测过程 用YOLO 因为YOLO它的功耗肯定比刚刚那几个 的功耗还要高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运算的结果 运算的过程 好 那我现在把YOLO V4打开 YOLO V4它是Dugnet跟 它是使用Dugnet去训练出来的 那它一共有V4 我在Dugnet里面有安装的V4跟V7 两个版本 那我先用V4跑一次看看 好 我现在改成V4 那我检测的对象是一个汽车 一个马路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要最重要是看公号 好 我们随便把公号卡开 好 那我看到这个YOLO V4的话 它的FPS 虽然没有很清楚 在这边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边有一个 目前是18.318.4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汽车 每一台汽车都可以正确的被框出来 甚至在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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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车也都可以被它找到 有没有 而且它也可以区分 这是汽车 这是卡车 truck car跟truck 不一样的 甚至等下有moto车过来的时候 它也可以区分 这是moto 这是moto bike 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没问题 只是它的运算效能 十几张好像不是非常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JTAP 以JTAP来看的话 可以高达三十几瓦 有没有 三十四三十五瓦 那这当然我们也知道 大概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它已经把 因为YOLO它本身的运算的需求量 就非常大 它的神经网路有160几层 CNN有160几层 所以运算起来当然效能 是需要的功耗因素非常大 大概是这样 我先把它关掉 如果有些人说老师 我们看一下V7 好不好 因为V7毕竟是比较新的版本 V4比较旧版 V7能够提高效能吗 然后能够降低功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是不是改用V7会好一点 对 我们来看一下V7的版本 我V4跟V7都有安装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在这台这么小的机器上面 跑V4跟V7 如果各位同学家里有电脑 你一定 你一定可能也跑过V4跟V7 你可能不相信说 这么一台小电脑能够跑这么顺 好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以V4 以V7来讲它的效能怎么样 稍微多了一点 二十几张 那么它的JTOP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三十几瓦 但是刚刚V4的话 就到三十四三十五 那V7的话 大概可以再少个三瓦 两瓦左右 好像也不是很多 这大概是这么多 这是用V7的版本去跑 那它的效能 第一个 它的功耗算还行 FPS比V4再高一点点 还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用到的V4或V7 都已经使用到QDA加速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使用到NVIDIA的GPU加速 GPU的平衡运算单元QDA核心做加速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二十几张不够好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提升它的效能 我们现在要来讲 就是使用 如果说我们有机会使用到它的Tensor RT加速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像PostNet 好像PostNet或者是Dectimate Jason Imprance里面 它其实都已经用到Tensor RT加速了 不过我们刚刚用的只是传统的QDA加速 所以现在我们要使用 我们要来比较的是 在YOLO V8底下 QDA加速跟Tensor RT加速 两个来比较一下 那也就是在这里 我要强烈的建议大家 如果你用NVIDIA 肯定要用Tensor RT做推论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刚周如同学有讲到说 其实现在的新的版本 用不一定要转换 用ONX的模型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这边把YOLO V8开出来 好 我已经装好了 好 那一样呢 我的检测对象呢 也是 那个 刚刚那个影片 就是那个汽车的影片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提升呢 还有呢 功耗有没有降低呢 好 好 稍等一下 他现在要把模型启动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传统的YOLO V8来讲的话 FPS大概也是在20左右 对不对 20左右 那功耗呢 我们来看功耗 功耗呢 降低了 虽然FPS没有提高多少 好 一样是在18 20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功耗 功耗可以降到20瓦以内 虽然整体的效能 没有提升 但是功耗降低 功耗降低 可不可以也算是一种效能提升 我觉得可以 对 也就是说他们 他运用到的神经网路比较少成 但是呢 我们运算的结果 结果推论呢 还是非常正确之外 我们的功耗 非常非常低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一样我们讲说 安装在自走车上面 我觉得 这个演算法比YOLO V4好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演算法 这样演算法 虽然已经够满意了 但我们觉得说 有没有办法再提升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 我们如果用TensorRT做加速 当然这个TensorRT 必须把V8做个转换 因为YOLO V8是PyTouch模型 让我们把它转成TensorRT模型 那这个转换过程呢 是需要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我在这边先帮我自己挖一个坑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怎么把YOLO V8的模型 V8模型是PyTouchPyTouch模型 转成TensorRT模型 TensorRT模型 它的阻挡也是Engin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YOLO V8模型的效能 大家不要流口水 好 好 我们先一样 我们先执行一下V8模型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厉害了 FPS可以80几90 我会选择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算不便宜 那我会选择这台机器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看到 用YOLO V8的话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被我找出来了 好 在机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找出来了 好 然后你会发现说 这一次为什么跑那么快 那么快影片就没了 因为我们那个执行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他一下就把整个影片执行 好 再执行 好 那除了这个FPS很快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师那个执行效能 好 看一下执行效能 执行功耗 功耗 功耗大概是20瓦左右 23 24瓦左右 好 那也就是说 只应用到我们这台机器的一半 因为我们最高效能是50瓦 他只用只应用到一半 甚至有时候更低 为什么忽然这样这么低 执行完整 执行完毕了 所以他就降回来代机的重 就10瓦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样非常棒 对不对 我们想想看如果说以一台一个萤幕 它的监测的效能大概是90张左右 如果说我们一次监测10个萤幕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降到每个萤幕 大概是10张对吧 10张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 我的实际应用案例 好 这边都是我的讲义 好 那结论的部分 对于YOLO 我的 对于YOLO 其实我是很熟悉 所以 因为我本身一直每天都 也不是每天做 YOLO的话 我是很喜欢用 所以YOLO的检测正确率 肯定是高于SSD 然后YOLO效能很高 那基本上希望大家 学习怎么转SRT 功耗不高于25万 对了 我们刚刚都没有看它的温度 办下好了 我们再跑一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 好不好 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它温度有没有忽然提高 提高到 提高到几度 对 对 好 那我再跑一次 然后我们监测一下它的温度 好 这是全速在跑 好 它的温度现在在哪里 在这边 在这里 我把它放大一下 对 GPU的温度 还有CPU的温度 其实都没有超过50度 当然我现在这里有吹能器 但是 但是呢 我们可以想想看 虽然有吹能器 但是 我们看它也没有 忽然提的很高 它也是慢慢的 就是大概在40几度 然后完成之后 它就降下来 所以你如果长期使用 它也是维持在五六十度 好 并不会像 像我之前 那个另外一台 另外一支显示卡 全速运算的时候 七八十度 对 这样一个状况 但我有给它吹能器 但是 它的温度就是没办法降下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温度的部分 我们可以确定说 它也是可以让你在 非常低 低热量的情况底下 并不会 增加你 例如说自走车的一个整体的温度 是这样 所以 最后 我再来把 整个 整个运作的整个 课程做个总结 第一个 边缘运算装置 它的要求就是低功耗 低 低热量 然后 运算效能 合乎期待 那我觉得这台机器非常合乎我的期待 第二个 我觉得 边缘运算装置 这种边缘运算装置 必须要体积小 适合安装在特定的一些地方 那我觉得这台机器也符合我的要求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使用最新版的AGX 我觉得 现在的这些AGX的装置 这个Jason Oren的装置 已经可以取代 利用 显示卡 去做AI加速的这些电脑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今天的整个报告到此结束 那在最后呢 我希望各位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帮我按按我的部落格 按按我的粉丝专业等等的 那如果对于我们公司 相关的一些应用有兴趣的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这个是我们的联络方式 谢谢各位